你找到了天坑的早餐 我必须拥有它 我给你1000颗绿宝石 很好 又多了一件天坑的东西 你问我为什么要花1000颗绿宝石 买一顿我本可以买100顿的早餐 因为我是14让我干这活的 它要收集天坑的所有东西 看看我的小店 你会注意到我进了一些新货 我猜我们现在有6000多个钱 是吧 但是我们买不起啥东西 能买一个脉冲发射器和双头红石矿 双头红石矿可以让一个普通的红石矿变成双头 但是它需要占用一个卡槽 算了啥也不买 这是一个打箱子官 我和我的哥们 弗莱科斯卡斯特哈维 以前在无聊的时候就打箱子 那么哈维不在镇上 正好你来和我一起吧 哈维二号 就按照你的意愿去打破它 哈维 好的 这谁怕谁啊 推荐在盆子上使用铲子 盆子上使用铲子是啥意思 为啥 来我们先把这个发射器给它摆上 然后来一个铁针 再镇一个 再镇一个 这边再来放 发射器 OK 就这么简单吗 哥们你把这些箱子都打破了 干的漂亮 用那些垃圾箱 像我砸我后面的铲子时砸它们吧 来我会给你更多的箱子 小心点 别砸的太快了 僵尸的数量太多 你处理不了那么多的 哈哈 怎么可能 太小看我们了吧 这儿来个铁针 铁针可以一次砸死一个僵尸 然后我们来摆放 攻击型的发射器 然后我们来继续 铁针 来吧来吧 哎呀 这儿出现了一个橄榄球僵尸 疯狂的在狂奔 来继续 还剩下两个 这儿有一个铁针 这儿有个普通的发射器 这不是分分钟秒杀它们吗 不错 这应该是它们的最后一波了 把它们砸掉 然后你的工作就完成了 好的 我们首先从最右侧开始 最右侧因为离我们比较远 这儿来个发射器 发射器 继续发射器 这怎么给我们这么多金苹果 金苹果可以让僵尸为我们工作 所以我们其实不是非常需要它 来继续 再来个金苹果 把这都砸掉 哇塞 这个P6僵尸很厉害 我们不知道现在我们的这个寒冰射手 能不能搞定它 看样子应该可以 哇塞 从地上端出了一个 正在啃我们的寒冰发射器 寒冰发射器可以让僵尸的速度减慢 但是它的攻击能力并不是比普通的强很多 搞定了 但是我们一直攻击不到这个骷髅 骷髅是跳舞僵尸的舞王 好武王搞定了 但是现在下面出现了一个铁头 铁头僵尸 铁盔僵尸 铁盔僵尸的防御比较强 我们只有一个普通发射器 应该是搞不定它的 这时候就是需要我们的 什么出动了 小推车出动 好最后一只僵尸 依旧需要我们的小推车 搞定 得到全新之物 双头发射器 可以前后双方向发射键